云端里面的云端白板 这边就是我们上课 今天是这个 那如果说有一些其他的范例 如果你各位有兴趣的话 其实可以在这边有其他补充范例 那这个有时候会是 某些同学问的问题 然后会既没有问我 那入门里面的话 这个你看按照日期 这边其中有一个是 那个 最近有个同学 问了一个什么相同计量盒 因为他可能在医院当钥匙吧 所以现在连钥匙都要会VBA 如果不会VBA的话 真的没办法 因为你资料量太多了 现在病人这么多 你怎么可能用土白链钢 然后你要交报告的话 你要交报表的话 你要怎么去把这些做出来 如果他可以很快做出来的话 其实他会VBA 真的他可以省很多事情 医疗永逸 然后他剩下会很多时间 然后他就问一个问题 当然他学过 可是他好像学的并不怎么听 所以他问的问题这边有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把这个档案下载 那他这个问题其实也蛮简单的 有兴趣同学可以贴到问题 这个是他问的问题 他打了一堆 我就把它贴过来而已 然后原始是这样子 其实道理很简单 就是说相同的剂量 比如说一样的药 一样的序号 一样的人 他的剂量应该是要把它加拢在一起 有没有 然后底下也是一样 所以其实他关键的地方 其实就在剂量 如果前面的资料都一样 后面用法不管 主要是前面 不过理论上应该是第一个一样 后面应该都一样 因为这个序号会自动带出底下的东西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逻辑简单一点 就是这个一样的话 那后面就把它合并 所以底下 还有这个一样 另外这个也要一样 有没有像这个底下还有什么 还有B有C有没有 也就是说序号跟药名一样的话 那就要把它前后 如果都一样 那个区间的剂量 帮我怎么样 相加 加完之后的话 就把多余的那个列 像20跟3就合并成一个 OK 然后100跟30 这边130 OK 那基本上这边有个原始的 这边有个结果的 以前如果你们的做法 这样Ctrl C 这边应该这样 然后Ctrl V 贴过来 然后看到一样的 就把它这个删掉 是不是 然后把它改成50 是不是 然后这边也看到一样了 就把它删掉 这边把它改130 应该可以懂 但是问题 因为现在的资料量都非常多 它不太可能说 它的病人只有这么少 你看领药 每次一看都是几千的 有时候甚至破万的 哇 那每天 这个资料 如果你用人工来处理 是不可能的 OK 所以怎么办呢 这就是它的问题 也可能是你的问题 那怎么做 也许我们之后再来解答好了 OK 应该知道我的意思 那有什么方法 其实这个部分的话 写个VBA就可以了 按下去 自动完成了 所以刚刚的动作 如果你这边假设做一个按钮 按下它 自动帮你完成 OK 应该 好 如果你做得出来的话 那表示你真的学 但是这边可能会 有一点可能要注意 应该跨工作表 不同工作表 所以会多需要学一个叫 去词的物件 SHEET加S 刮弧双引号 就要把原始 带过来 后面的话 点什么 点Range 点Sale 就是哪一个储存 哪一个工作表的 哪一个什么呢 比如说Sale Sales 刮弧 你可以加Sale 或加Range 也就是哪一个工作表的 它底下的储存格 或者它底下的Range 可能要多这个叙述就OK了 那至于怎么写 我想请各位有兴趣 回去再想想看 我们之后有时间 我再做解答好了 那其实这边蛮多这种类似题目 都是同学问的问题 那我就把它集结在云端上面 有这么多这么这么多个题目 如果有兴趣的话 你也许自己可以把它打开来看看 有些已经有答案在上面 有些可能没有答案在上面 你可以把它想想看 大概是这样子 还有入门的有进阶的 还有很多带整理的 OK 那大概就这些 好 那因为刚好同学问问题 所以我就顺便 把这个稍微说一下 那再来的话请各位 刚刚是设定格式号条件 那另外我刚刚讲 你要把这个把它复制一个吧 那我们再另外呢 把它变成一个VBA好了 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练习VBA之前 请各位注意 就是要先把这里面的 那个设定格式号条件 先把它清除掉 让它恢复 那我希望呢 用什么 用VBA旁边做两个按 我希望呢 一个按钮按下去 它就还原 一个按钮按下去 它就自动格式化 OK 这个是 结果可能会跟这边一样 但是呢 我们只是说呢 把它用什么 用VBA的方式来做 那VBA来做的好处 就是说它不只是可以 单一个动作 一个动作 以前是你要做好多动作才能玩 但VBA是一个动作 它可以全部串在一起 也就是一键可以完成 像刚刚年历 有没有 其实我已经写好了 真的可以一键按下去 你要哪一年的年历 它可以把 你可以输入那个日期之后 然后它自动得到 每个月的第一天 自动呢 帮我把每个月 底下的天数把它输出 并且格式化 6日 OK 其实程式都写完 在哪里在云端上有 待会也可以demo 真的蛮好玩的 那这个地方要怎么写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应该第一个按下它 还原 那还原比较简单 因为还原的话 你可以用range range的话指的就是A2 一直到L的32 这个范围呢 你就把它恢复成 就是 字的颜色就黑色 底色的话就没有 还有音像吗 好像上个礼拜才讲 字的颜色黑的嘛 RGB 黑的字多少 000嘛 对不对 那底色的话就是XL 那没有东西 没有颜色 那可是要怎么写 首先第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设定格式化日期 那格式化日期呢 你们可能要注意一点 就是说 我希望的是 把储存格里面的资料 先抓出来 做什么 判断是不是礼拜六 或礼拜天 如果 四礼拜六 我给一个格式 四礼拜天 给另外一个格式 还有一个问题 说 这边有可能一种情况 就是 没有资料 那没有资料 如果你给weekday的话 它会产生错误 因为它 你如果给weekday判断 的资料 一定要是日期 否则它会出现错误 那可是程式该如何写 第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呢 一样 我们开发人员里面 产生一个叫格式化 我先大概把它写到 这个把它删掉好了 这边把它删一下 我们把那个 把那个 留下 这个注解好了 基本上的话 第一个 我们要让它跑一个范围 之前for i 等于第几列 第二列到第三十二列 这个应该没问题 可是呢 我们之前的都是同一栏 比如说 a 栏 b 栏 可是我们现在总共会有十二栏 有没有 所以特别是底下的话 会多一个什么 for i 有没有 里面的话你可能要多一层 多一层什么呢 其实你可以拿这个来复制 把它复制过来 把它改成特别就不能是同样 哎呦我习惯用锥 用锥来代第一次栏 第几栏呢 第一栏到第十二栏 可以十二个月嘛 那一样底下一个net 这样的话呢 他就会帮我怎么样 把列先跑这个第二列 ok进来之后的话呢 他就会再抓第一栏 先抓这个 再抓下一个 一时类推 抓到最后一栏 所以第二列的一二三是十二 再来换下一个之后 net 意思说下一列 就是第三 那一样是一到十二 一到十二 ok 这大概知道一下这个范围嘛 所以他会一个一个帮我把 那个位置先抓过来 但是可能要注意一点就是说 如果没有资料就先就跳过 如果没有资料 那怎么叙述呢 if 如果没有资料 没有资料的话就sales 哪一个储存格呢 the idea的dj栏 就是那一个储存格 我们只因为他变动 那个储存格 如果不等于空的 才去判断 如果等于空的那就不要判断 所以特别重要 这个叙述可能要稍微熟悉一下 如果他不是空的 表示说他里面是有资料的 那我才判断 底下的话记得要end if 有if一定要end if 而且要end if 你会发现我这边都有阶层 一定这个是下一阶 下一阶 这个阶层恐怕要注意一下 最怕是如果你全部都在同一阶 像同学这样全部都在同一阶 看起来其实会说真的看起来 真的就很累 一定要阶层 把这个阶层给做出来 好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判断如果礼拜六怎么判断 其实这个叙述方法 if if什么呢 把那个资料先外面包一个什么呢 VBA好了 DN 有没有weekday VBA里面一样有weekday 刮斧 判断一下那个储存格 那个储存格我就把这个sales i列的追览 就那个储存格 我给你了 然后你帮我判断一下 它是不是礼拜六 礼拜六一样 等于多少 等于7 then 那我就做什么enter两下 打一个end if 那做什么呢 就写里面 如果它是礼拜六的话 就做下面 就是帮我把那个储存格的字 变成那个什么呢 字变成深绿色 然后底色变成浅绿色 还记得吧 字的话呢 点缝 在上礼拜来讲 点color 有没有 它的颜色 变成深绿色 RGB 刮斧 但我深绿色 我只知道绿色 但深绿色怎么做 不会的话没关系 我讲过油漆桶 其他色彩 三绿色是随便找一个 这个好了 这个都可以了 然后制定一下 你会发现 它这个是01280 有没有 那如果要更绿的话呢 有没有发现这个数字 大概50好了 假设50 那浅绿色的话呢 浅绿的话一样绿色255 那其他的话 如果要再浅一点 不过最好是好记一点 干脆记那个200算了 2255 200 所以深绿是050 然后浅绿是200 255 200 这样好记吧 OK 所以我把那个数字填上去 那所以呢 刚刚深绿是多少 0 50 0 这深绿 OK 记得最后再把那个瓜糊放进来 这个就是底色 把颜色的颜色变成深绿 那底色的话呢 一样嘛 就打一个Sales 点intro 这个intro color 所以点color 它的字的颜色等于什么呢 RGB 200 255 200 OK 好 这样子做完了 那礼拜天的话呢 其实直接复制什么 礼拜六的 拿来改就可以了 不用全部改 有没有 所以做好一个啊 来改很快 OK 然后呢 字的颜色要红色 是红色 OK 255嘛 那这边就零 那底色的话呢 就是 要什么呢 黄色 黄色的话就红配绿 所以红色255 绿色255 蓝色没有 你这样说 哇 刚好漏掉这个 刮胡 常常忘了刮胡 这个刮胡 好像忘了胡一下 OK 好 程式就写完了 看得懂吧 这个是列回圈 为了要针对那个列的部分去跑的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 蓝回圈 就是一到十二嘛 蓝 OK 就是他会一个一个抓 好 但是因为避免说里面没有资料的问题 所以这边可能这个地方 注意一下 这一行的叙述是为了要避开 如果他没有资料的话 如果没有资料给他 他会产生错 给weekday判断的话 他会产生错 会停住 OK 那再来的话礼拜六 礼拜六给这个颜色 礼拜天给这个 程式写完之后 我们来跑跑看 执行 全部跑完了 OK 看得懂吗 只是如果你要慢慢跑 你看按了一步8 他会一个一个慢慢去check OK 那怎么还原 还原的话非常简单 你想说要重新写吗 4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你就写成什么 写成range就好了 range的话 我这边写 其实写 你就这样子 第一个还原 用range来写 为什么呢 因为反正这整个范围 从A1一直到L的32 他其实要怎么改回来 第一个把字全部改黑的 本来就黑的 他还是黑嘛 他不会因为你改了黑 他就变白 不会了 OK 第二个的话呢 在底色变成没有 因为他本来没有 他还是没有 所以用range来做会最 for的话你要跑回圈的话 也可以啦 forI等于2到32 forJ等于2 那你要不要一个一个慢慢去改 那反而更浪费时间 所以其实 两种写法 一种是用那个 什么用那个 刚刚这个方法 就是如果我先不用range的话 你可以这样 这个forI forJ有沒有 然后底下的话一样 就是会把这两个 就是头尾都加 做什么呢 把这两个恢复 这两个恢复的话 我把它移到这边 恢复的话就是什么 0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没有 没有的话就xln 这样子 这样意思说我一个一个的 帮我把它恢复 你可以发现一个恢复 我执行给各位看 有没有发现 他有点什么呢 他是真的是一个一个慢慢跑 但是有点什么效率好像有点差 有没有发现 他就是一个抓过来 然后呢 把它恢复 换下一个换下一个 那这样的话 如果你质量跑少还ok 如果你质量跑多的话 你会发现他会越跑越慢 越跑越慢 没有效率 所以如果你要有效率一点的话 我建议这个把它当成注解 把它注解掉 把它用这个range range的话呢 意思说这个整个范围 我全部都帮我怎么样 其实这个他们两个其实基本上都一样 也是有foam 也会因为 这个范围跟这个储存格 其实有的东西基本上都差不多 RGB有没有 一样是零 斗点零 斗点零 黑色嘛 那底下的话呢 就是一样这个范围 他的底色哦 所以底色啊 干脆拿这个来call 其实都一样 这个的东西call过来 多一个点 有没有 这个跟这个一样 只是说这个方法是每一个储存格个别的去把它恢复 这个的话呢 是一次性恢复 那差多少呢 我们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 OK 看得到 应该有看得到差别吧 执行 全部消失了 所以特别注意哦 未来哦 如果他做 他们全部都做一样的事情的话 我是建议你用range 你千万不要sell 尤其是资料一多的时候 哇 那差太多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那城市云端上也有啦 不过尽量如果可以的话 尽量可以把这些哦 把它稍微再叙述一下 那你会发现里面哦 基本上不外文就破回圈 跟那个if逻辑判状 只是说阶层可能要注意一下 好 应该没问题吧 是 你说这个这个地方吗 可以可以 也是可以 比如说我们将来你可以 像这样哦 你可以 只要是Ctrl向下可以追踪 他是32的话 那我们之前呢 Ctrl向下 假设从A2开始追踪 这个问题很好 只是因为我不想把城市写得太复杂 你可以先哦 对一样嘛 你就是等于什么 我们之前讲过那个逻辑嘛 从range的A2去追踪 那当然你可以先把追踪到的值 直接放在R 前面有讲过哦 然后你就是and 这个应该没问题哦 这个所以很重要哦 然后一定要把它记下 追踪到了列 先放R 但是以后这个32跟这个32一定会 可能会变动的话 好那你只要怎么把32拿掉 一样嘛 只是说串在后面的话 你就是and R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对对 先定义一下 然后后面的话 你就是再把32拿掉 然后呢 然后呢 and 啊 因为and 旁边啊 你想说之前同学可能会 比较不容易理解说 老师那I 右边还有东西啊 那为什么你 啊 右边没有东西 啊 其实因为他右边已经没有东西了 你干嘛 多多串一个东西 其实当然你可以串啊 只是说你串一个什么 这样子 没有东西 and没有东西 那这个有点多词一句啊 OK 应该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啊 OK 所以这个拿掉 那他就把32带过来 然后自动再跟这个串在一起 就变L32 OK 以后如果说你的那个资料越多 他就一直往下 就这样而已 没有很多 应该可以理解了 这个你问的问题很好 我只是说 本来我想讲 但是我先把一些拿掉 否则的话 有些同学还没有 学会这一批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所以那个格式化日期的VBA程式 那 这个今天又多讲了一个有关那个列 除了列回圈之外 多了一个蓝回圈 如果你有列回圈OK 蓝回圈OK的话 那其实以后ECL里面的四算表 那其实不外乎就蓝 不外乎就列了 OK 那你就是可以把它综合性的应用进来 那就可以 不过剩下就是你要熟练之后再举一反三 很多地方都写得出来 那再来就是说如果你的范围并不是固定的话 就是用我刚刚讲的追踪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强调一定要学会那个怎么去追踪的这一招 这一招其实还蛮管用的 大部分工作上已经够用了啦 当然如果你要学更多不反对 不过我是建讨好 不过我是建议好慢慢发现 其实说真的我以前教了非常非常多 我后来发现其实你们不见得都需要啦 所以我尽量 先讲你们最重要的那些部分 OK 这一招里面的清除整张工作表 否则的话你用清除它清除不了 这个可能要注意 因为圣经格式号条件有点像是在上面做一个图层 他其实并没有办法用其他清除格式那些把它清掉 所以可能要注意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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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